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先来鸣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咱们来看几个战役级别的消息 第一,俄罗斯人正在计划拓宽和改善阿拉巴特杀嘴的道路 以改善对南部行动区的后勤保障 经由阿米扬斯克的路线现在处于海马斯的射程内 对俄罗斯来说是太危险 克里米亚半岛主要通过两个沙嘴和大陆连接 靠西的一侧称为阿米扬斯克 靠东的一侧是阿拉巴特 现在俄军想要加强的是靠东的一侧 在这里,俄军现在唯一合适的道路上有一座桥 只需一次空中打击就会无法使用 所以俄军现在试图改变这一点 对乌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乌军需要更远程的打击武器 才能封锁克里米亚到乌克兰南部的交通要道 第二,前几天有一个俄罗斯柳叶刀 集中了一个S300系统的5N63S雷达指挥车的诱饵的事件 当时我们进行了报道 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 汇至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地图的支援者组织 其分析师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 并发表了自己的结论 说这是一架俄罗斯柳叶刀 集中了一个俄罗斯的5N63S雷达诱饵 根据他的分析 该系统的地理位置是在47.02903度和33.2402度 位于赫尔松州 考虑到视频图像所显示出来的良好天气 大概是11月14日或者15日发生的 因为其他的日子都是多云或阴 在那个时候 整个赫尔松地区已经被俄罗斯人放弃了 然而追溯到2022年9月2日的微星图片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时候这个系统已经在那里了 一个S300指挥雷达和两个发射器 在一个位置保持两个月不移动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 它是废弃的或者是个诱饵 乌克兰军队早就发现了这个俄军的诱饵 所以没有理会他们 而当俄军撤离后呢 大概是内部没有沟通好 一些俄军就发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S300的雷达车 又属于乌克兰控制的地盘 于是呢就发动了一架柳叶刀将其击毁 也就是说啊 俄军早先部署的诱饵 乌军没有上当 俄军呢过了两个多月自己上当了 三一段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 土耳其TRLG-230火箭炮在乌克兰战场露面了 很早之前我们披露过这个消息 当时还不知道TRLG-230何时能出现在乌克兰 但现在这段TRLG-230在乌克兰战场发射火箭弹的视频 向我们宣告他已经投入乌克兰战争的实际作战 也就是说啊 乌克兰军队不仅由美国提供的海马斯 和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提供的M270 还有土耳其提供的土耳其版海马斯 恋人高兴的是 这种230毫米口径的远程制导火箭炮 最大射程为70公里 被称为土耳其版的海马斯 不比海马斯差多少 开源信息研究机构奥利克斯认为 最早在今年夏末 土耳其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这种远程制导火箭炮 首批数量是12台 但令人惊讶的是 一直没有发现有关这种火箭炮的图片或视频 直到乌克兰国防部进行了官宣 很明显 不管是土耳其还是乌克兰 对于土耳其军员乌克兰的相关事宜 都进行了良好的保密工作 土耳其的TRLG-230和正版的海马斯相比 在引导方面更强一些 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是M30、M31系列精确制导火箭弹 采用军用级的GPS信号制导 命中率极高 而TRLG-230发射的火箭弹采用的是复合制导 不仅可以使用美国的GPS信号 也可以使用俄罗斯的格罗纳信号 这种火箭弹还能够在末端进行激光半主动制导 进一步提升打击精度 同样来自土耳其的TBL无燃机 就拥有为这种发射的火箭弹 进行照射制导的能力 简单点说 就是海马斯因为是GPS制导 所以理乱上只能打静止的目标 如果要打车辆 就得等车辆静止不动 但是土耳其的TRLG-230的火箭弹可以激光制导 只要TBL提供激光照射 那这种火箭弹就能盯着激光束照射的目标 不断修正弹着点 因此可以用来打击移动的车辆目标 根据乌土方面的捐购合同 乌克兰可以购买不限量的TRLG-230火箭弹 因此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海马斯火箭弹数量不足的问题 除了TBL无燃机和TRLG-230火箭炮之外 土耳其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电子弹设备 200辆刺猬装甲车 海击炮和包括10万发155毫米炮弹在内的大量弹药 而且不管是通过军援还是军售 土耳其还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 被俄罗斯认为是足够中立的土耳其 现在也这么大张旗鼓向乌克兰出售捐火 却不卖TBL给俄罗斯 用脚丫子也能想到 土耳其对于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怎么预测的了 好 咱们来看一个让人十分感动的消息 亚素钢铁厂的英雄迪亚诺夫 向他的战友捐赠了170万格里夫纳 用于仿生价值 迪亚诺夫说 八个多月以来我一直用一只手生活 我习惯了很多限制 有段时间我认为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想法很难受 因为他不应该总是这样 其他失去四肢的人 他们的处境更加的困难 他说 我一直在寻找项目 将您的一些帮助重新定向到像我一样 需要恢复用双臂拥抱亲人 走路和可能拿着枪的人的能力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我找到了那些已经帮助过很多退伍军人的人 早些时候 他就把民间捐赠给他的钱 捐赠给了亚素斯塔尔战王英雄的孩子们 300万格里夫纳 俄罗斯方面 目前麻烦还占不少 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的禁运即将在下个月生效 统计数据显示 俄罗斯石油出口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大幅的影响 在天然气出口之后 俄罗斯经济的另一支柱石油及石油产品出口 又将遭到大幅影响 恒博社的报导显示 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其在欧盟北部国家 90%以上的石油市场份额 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 每天有超过120万桶俄罗斯石油被运往这些国家 但现在每天抵达路特丹的俄罗斯石油仅有9.5万桶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承认 由于欧盟和美国等国的新的伊朗兹制裁措施 俄罗斯可能被迫削减石油产量 在禁令生效后 西方商业保险公司将不会为那些运载高于规格定价的 俄罗斯石油的邮轮提供保险服务 这不仅导致这些石油无法被运到G7国家 也使得邮轮无法通过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尽管仍有机会向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买家出售石油 但实际上俄罗斯很难找到有足够购买能力的买家 战场乏力经济紊乱 俄罗斯无疑还能撑一段时间 但还能撑多久呢 小结一想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援助乌克兰的行列 已经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也在分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欧洲议会又表决通过了认定俄罗斯支持恐怖主义的决议 这一切都表明 乌克兰获得了最多的支持 俄罗斯已经是骑虎难下 反俄联盟已经完全成型 热爱和平的人类发出共同的宣言 一定要把俄罗斯彻底打趴 让乌克兰人获得全面和彻底的胜利 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还需要多久时间 但我们相信那一天绝对不会太远的 虽然俄孝们依然在喧嚣 但我们没有必要太理会那些人的说法 决定俄乌之战最后结局的人 绝不是扎哈罗瓦 更不是俄孝们 恐怕俄军自己也不行 俄军虽然选择了一个开进乌克兰的日子 但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决定赢下这场战争的时间 克里姆连宫最近很希望跟乌克兰人谈判 渴求获得一个体面的台阶 可惜他们得不到 除匈牙例外 欧洲和西方全体援助乌克兰的行为 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再有丝毫希望赢得这场战争 这个道理十分的浅显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他就是看不懂 或许他们的大脑里只有仇恨而没有常识 只有接收的功能而绝无思考的能力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